本期视频为我和悠然的鱼合作 剧情解读军系科幻剧情 与任何真人真事无关 望审核与观众切勿与任何事实情况对号入座 你是某大国的国防部长 此时雷达警报大作 不明敌国航天器即将向你国发动袭击 这些来自禁地轨道的威胁 只一发下去就能把你的首都送上天 而敌人的轨道武器至少还要数十个 这个时候你该如何应对 面对这种危机 电影《钢铁舱群》中的女总统 祭出了这样一件秘密武器 怎么样 是不是很帅很拉风呢 按电影收集这艘USS George W. Bush 属于2018年前长412米 装备电磁炮两门 点防炮16门 核导弹若干 火力相当的丧病 现实中又有什么个带河坛的怪物跟天上悬着 怕是其他国家人民都要睡不着觉了 那现实中我们能否造出这种级别的太空战舰 2020年现役的极限科技 又能打造出什么样的武装航天器呢 OP之后 校长告诉你们 北京赴兽派 到这里 监装 共设 北京赴党 宥 building 武装 我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久违了的千门科幻星剑母岗系列 提到遭太空战舰 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就是如何把飞船送上太空 像COD13里那种力大专飞的黑科技现实是不存在的 而像布什号这种太空战舰 它比航母都长 质量少说也是万吨起步 同时一体化的造型还不便于切成块分批发射 基于实际情况 我们只好放弃一体化造船的方案 选择以模块化拼接的方式造一艘较轻便的太空战舰了 而组成战舰的每一个模块 其重量则不能超过现阶段最大的火箭载重 迄今为止 人类成功发射的最强火箭 是美国在阿波罗冬月计划中寄出的土星5号 它近地有效载荷达到了惊人的118吨 是当之无愧的火箭之王 第二名苏联的能源号火箭 近地载荷达到了100吨 这些超重型火箭 曾是搭载航天武器的最佳选择 如苏联的极地号极光卫星 就是由能源号搭载升空的 只可惜 这些诞生于冷战的航天巨兽 现在已经成为了失落的黑科系 退出了嫌疑 而像长征9号和SLS等图纸火箭 至少也要再等个10年 百吨以上的超级火箭 我们是指望不上了 但在现役火箭中 却仍然有一款黑科系载具 那就是钢铁侠马斯克旗下 太空探索公司制造的 猎鹰重型火箭了 这种三件并联的两极火箭 近地极限载荷达到了63吨 虽然在超重型火箭家族里 只是个弟弟 但载重仍然是类嫌疑最强 有了猎鹰重型单人快递员 我们的太空战舰大建工程 至少省了一半事 搞定了火箭 我们就开始造船吧 为一方面解释呢 我为这艘船设计了一个 基于现实的未来背景 2022年 国际空间站报废成渣 大量太空垃圾漂浮于轨道之上 造成了多起航天事故 同年 马斯克主导的火星商业移民正式开始 世界各国对于加强太空安全的呼声 是与日俱增 为了面对共同的太空安全问题 维护空间和平 联合国秘书长泽景阿布 萨伊女士牵头各国 建造了联合国首艘维和太空舰 和平号 嗯 和平号 带核弹 可谓实质名贵 2022年2月2日 二十二时 为什么这么二啊 在佛罗里达航天发射中心 携带和平号核心舱的 猎鹰重型火箭发射升空 核心部件为整艘战舰的 驾驶舱和升火区 除了吃饭 睡觉 拉屎以外 维和部队们还可以在里面 喝喝酒 大大牌 核心舱重量为58吨 拥有独立液体燃料引擎 可在舰在AI操控下 自动与其他舰体进行对接 当然了 如果战舰爆炸了的话 这个舱也可以单独脱离舰体 带着宇航员们逃出来 除了核心舱以外 和平号的其他目块 也具有自动分离和独立飞行能力 避免了三体里人类战舰那种 挨完打就爆整船的情况 提高了和平号的生存能力 战舰是用来打仗的 和平号的武器舱重达60吨 装备有重型激光炮 23毫米航炮 三个超时区24S导弹发射舱 以及可以抵消开火后座力的24S全方向微操也行 这个舱构成了和平号的对空打击能力 而上面使用的这些武器则全是现役产物 有些还在太空中实验过 如重型激光炮和激光点防炮 就源于苏联在上世纪80年的太空武器 极地好激光卫星 这颗卫星装备有二氧化线激光炮 可以轻松烧毁敌军弹道导弹 卫星 在现在战场上 卫星瞎了导弹炸了 你也就别想对敌方进行战略核打击了 武器舱上的六门双连装23米转弹炮 则是适从苏联钻石武装空间战计划 在该计划中 苏联把土耳2上的23毫米航炮 放在了李炮三号空间战上 还摧毁了一颗遥控卫星 证明了枪或航炮在太空中是可以使用的 只不过 太空子弹可能会和传统的子弹有所区别 比如三体中张北海狙杀老航天时 用的就是无弹壳的子弹 RCS导弹则是装备全方向微调远型的 超时巨制导武器 武器舱内共96枚 它可以在脱离弹舱之后 自行发射寻找目标 并能在超远距离精确狙杀敌军的航天器 除此以外 和平号还有6个32管火箭炮 在武器舱偏后的无人机舱上 该火箭炮是一种多用途武器 在太空轨道上因为没有空气的阻力 任何物体都有极高的枪队速度 而无制导的火箭 除了可以直接攻击敌军航天器以外 还能在敌方预定路径上 布设高速的密集碎片和天雷 让敌人防部生发 激光炮和航炮射程是有限的 是和平号的近战砍刀 而火箭炮和RCS超时巨导弹 则是和平号的狙击枪 远近结合的火力 使和平号能够获得轨道霸权 武器舱的威力 足以虐杀地球轨道上 所有现役的航天器 视频开头那几个丢铁班上的卫星炮 到这儿也就可以洗洗睡了 和平号的武器舱火力变态 相比之下 战略威射舱则是绝对的恐怖 这个舱的所谓威射武器 就是核武器 战略威射舱拥有两种核导弹 一种是战术极核导弹 共6枚 携带了RCS微调引擎 能对空间战级别的大型太空目标 进行核打击 另一种弹道导弹 则专用于轨道核轰炸 共3枚 发射后沿弧形弹道落向地球 像远石一样拖大几层 对目标进行垂直打击 弹道导弹 携带的W88核弹头 有47.5万吨TNT当量 粗略计算能和平31个广岛 而在没有激光武器的情况下 地面想防御这种从天而降的天灾武器 难度极大 除了核导弹 威慑舱还有12枚W88核弹头 而机护舱所携带的多架无人机 则专门承担核弹快递员的职责 无人机可在地球和火星轨道上滑行 接近目标之后 就放核弹以炮物线进入大气 进行轨道核轰炸 在这种悬天利剑的威慑下 怕是真的没有那个国家胆敢造死 但这种能当浮游炮和轰炸机的无人机 也有缺点 就是体积太小了 续航有限 而且进行轨道核轰炸的变轨需要两三个小时 打击速度比较慢 真要进行快速核反击的话 还得让弹道核导弹负责 打一场仗 除了武器我们还需要补给 有的是前方打的爽 后勤跑弹腿 在现阶段 太空补给既磕金又麻烦 在太空船组件发射时 初期的魔化舱只能携带少量的燃料 毕竟有重量限制嘛 戴战舰组装完毕 我们就需要用猎鹰火箭专门给和平号运送燃料 发射入轨的燃料舱 可与补给舱自动连接 我们粗略算一笔账 给和平号兼板油 需要消耗七枚重型猎鹰火箭 算上发射和平号各大模块的九枚火箭 这价格不上百亿 简直没天理 和平号的人员轮换和物资补给 都是依靠现阶段比较成熟的 两级空天飞机入轨方案 像中国的腾云工程也是类似设计 这种上太空的方式很便宜 飞行器可以反复利用 在能源上 和平号拥有四组巨大的太阳能电视板 但即便如此 我也没把电磁炮放在和平号上 毕竟这玩意儿在地球上还处在实验阶段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 它太飞跌了 太空战舰最大的优势 在于它的机动性和续航力 和平号的这些优势 由装备液态火箭推进器的动力舱决定 该舱一共有七个煤灵发动机引擎 和六个电推引擎提供动力 在作战时或者高速机动的情况下 和平号可以收起太阳能电视板 仅用无人机舱的小型太阳能电视板进行发电 无人机舱发射口的煤灵发动机 可以给和平号提供额外动力 甚至是反向推力 使和平号机动力大幅提升 和平号的中央主引擎 是联营重型的推进器 煤灵一地 在加满没有液氧以后 这艘飞船拥有往返火星的续航能力 假设马斯克带去的火星移民想造反的话 随便找个无人区来个核轰炸 足够让他们举其投降了 综上所述 我认为像联合国和平号这样的武装太空战舰 用线阶段技术我们完全造的出来 毕竟这艘船满载重量900吨 只是国际空间任的两倍多一点 但即便如此 造船的价格也绝不会低于阿波罗登月工程 而它造出来之后 除了吓唬人 好像也没什么太多的实际价值 毕竟我们这个未免的2020年啊 太空垃圾并不多 太空武装也没有 马斯克同志也没有去火星直面的能力 毕竟 直到今年人类最强的火箭 也只能发射63吨的近地载荷 而我们真正要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冷战时期 我们拥有强大的超重型火箭 能够把人送上月球 把机器送上火星 甚至把探测器送到太阳系的边缘 按当年的设想 1983年左右的超重型火箭 甚至能让我们去火星殖民 而如今这些曾经让人骄傲的黑科技都去哪了呢 为什么几十年前能造出来的航天巨兽 我们现在却造不出来 为什么月球人类60年代能登上去 现在却登不上去 有人预言过 真正的航天时代要等10年以后 长征9 SLS等超重型火箭出现才会开始 但我不仅要问 在互联网控制一切 大家争当抗头王的年代 航天时代 它真的会来吗 前方为可怜战争正片 画面来源于网上剪辑拼接 请大家着亮使用 根据可靠线报 和平号正在新马六甲同步空间站上补给 过两天就要离港了 看样子他们真的要去火星了 情报小组干得不错 现在地连已经不信任马斯克了 是的 现在是拿下和平号的最好时机 可是同步空港 没得跟铁桶一样 手备极强啊 这两天苏拉威西火山倒是挺活跃的 怕不是某个有心人的杰作 漫天都是火山灰 听说云层放电会增加电子脉冲的干扰效果 那么您的意思是 正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